经历了去年底的冷却期 2019年首季 硅谷乃至湾区房市逐渐转暖 从圣塔克拉拉县来看 整体房价在短短三个月内上涨了11.8% 呈现强劲的买方市场势头 由于现任就业和申请学区 每年第一季度都是房屋买卖的高峰期 但今年首季因Uber、Lift等科技公司上市 和美联储宣布暂停加息 种种利好推动房市升温 从购买习惯来看 距离办公区和好学区近的区域 仍然是购房的热点地区 赵敬辉预计 今年硅谷房市 不会像去年一样出现较大的变化 目前房源多 利率低 赵敬辉建议 购买资助房的人士可以考虑出手 而投资者仍需谨慎观望 新唐记者林孝人 硅谷盛塔克拉采访报道